這個職權行使法通過 大部分要遵守 就是立法委員要在諮詢過程中 官員不能反諮詢 然後不能做虛偽之陳述 這主要 調查群聽說這是立法委員的權利 這個我們沒有覺得自愛男情 根本你行政權也沒有影響 我們就是我們在執行這個權利 我們的職權行使法 那至於自愛 他說自愛男情大概是說 要官員不做虛偽的意思表示 就是官員要在 他的意思是說 如果照他這樣講就是官員 要到立法委員來不說謊 或者不反諮詢很難 非常自愛男情 左翁太的意思就是說 我們官員本來就是會說謊 我們本來就是會反諮詢 所以我們自愛男情只好請你服役 你可以去問他是不是這個意思 因為裡面我們通過就是 不能反諮詢 不能做虛偽的意思表示 就不能說假話 這個很難 對行政院來講 官員不說假話 官員不說謊 官員不反諮詢 就是尊重國會 原來這樣是多麼自愛男情 難怪這個法令一定要通過 這個行政院實在是太毒大了 左翁太他最近說這個自愛男情 就是要去做謊 不知道說多麼這為什麼自愛男情 他其實要求官員不能說 我們不能採取謊 自愛男情的地方在哪裡 因為像是88槍或光電案 這些就是動九七一的案子 要去查這個是自愛男情 哪裡困難 哪就是不出福會來講 我覺得 左翁太的說法就是搞笑啦 因為立法院職權行事法 是修我們立法委員 我們能做什麼不能做什麼 請問跟行政院有什麼關係 今天如果你要講的是花東快的兩兆預算的話 還跟你行政院有關係 你可以說我們的錢不夠 你可以說我們的環境影響評估 你可以說我們自愛男情 可是立法院的職權行事法是 立法委員的職責跟我們的相關規定 是立法委員我們自己都覺得OK了 那請問你自愛男情 是自愛男情在什麼地方 所以這是一個完全邏輯不通的 這比較像是 他們不希望未來在國會裡面 很多不想被查的弊案可以去做調查 我舉例來講 在超私案當中 秦宇喬是誰 他是關鍵的人物 可是永遠都由農委會 農業部來代表發言 沒有任何一個人在這個世界上面 看過秦宇喬 就連我當初跟農業部打官司 我也希望說打官司的過程當中 可以傳喚他來 結果還沒有走到那一步 然後呢我就被不起訴了 所以我們希望說透過聽證跟調查 我們要知道的是 為什麼一家資本額這麼小的公司 一位秦宇喬的女士 她甚至她的股份非常的少 她可以接到這麼大的政府的標案 請問當初是誰跟她接洽的 那再有聽證權跟調查權之後 我們才有可能把這些大家的疑問公開出來 在過去是完全沒有辦法 甚至我講一個 可能沒有那麼多政治爭議的 像軍淵案 像我自己手上處理了不少的軍淵案 這些軍淵案 我們的對口對象是國防部 所以一切都是國防部說了算 像有一位已經自傷離開的 他的家屬是完全不能接受國防部的做法 可是當時他們指控被霸凌的這個連長 到底有沒有對他做過這些事情 沒有辦法透過聽證跟調查要求他出來做說明 完全沒辦法 所以這些家長是覺得真相未明到現在 過了已經大半年的時間了 所以當我們國會議員 我們只能透過官員來瞭解事情的權貌 那當官員說謊的時候呢 他們甚至連責任都不用付 所以我覺得不管是藐視國會罪 不管是聽證權 不管是調查權 他都不是一個國會擴權法案 他是國會平權法案 過去我們的行政權太大 而監督的立法權太小 我們只是讓他平衡 讓立法院擁有能夠監督行政院的同等權利 就這樣而已 佐龍泰說這個法律修正案有違憲而至愛難刑 而且他還要以請賦義 你怎麼看這賦義 其實齁 今天這個國會改革的法案 有哪一條不是民進黨過去主張的 所以有時候人家看一下說 這是民眾黨跟國民黨合作 去支持民進黨的政策 當然是這樣啦 我也要提醒佐龍泰 台灣民意基金會的民意調查 五成七是贊成國會改革的 所以今天這個是 不但是 這個國會改革這件事情 不僅是三黨共識 而且在台灣社會是有很高的支持度的 但等於說所謂的國會改革法案 原本昨天就應該落幕 等於說要在打延長戰 你認為說這會不會造成朝野更加的撕裂跟退地 這個是這樣啦 該怎麼做 我想是這樣啦 政治上也是一個動態的 我還是認為是這樣啦 政黨之間出了競爭以外 它也有協商的過程 所以有人說政治是一個妥協的藝術 所以有人希望是這樣啦 有什麼事情大家可以 在立法院裡面可以協調可以協商 沒有說一定要對抗到底 但是這樣啦 我也很誠摯地呼籲 新國會成立到現在 民進黨是完全採取一種堅閉清野的態度 從哪也沒來找他們討論過啊 有嘛沒有不然去問柯建明 這樣怎麼辦這樣怎麼合作的下去 自從上次你剛才講到從21號開始 那之前你也有喊話過就是說民進黨沒有來溝通 所以到現在為止都沒有來 不然你去問柯建明嘛 他是民進黨的總召 他總是負責人 你問他們的山長嘛 他沒有拿一個法案來 是來跟人家商量的 所以這就是八年執政一黨獨大 他已經阿把習慣了 已經不曉得要怎麼跟人家協調 國會改革法案中心通過 但是在部分條文的部分 監察院認為說有影響到權力分立 而且是有違憲的疑慮 他說他們無法接手 那因為現在總召黃國昌 就是跟副分寄都有說要來廢除監察院 這部分民進黨有態度就是要來廢嗎 這個廢考監兩院 過去是民進黨長期的主張 那台灣民眾黨也是持同樣的看 我們還是主張三權分立 權責相符 這是我們的一個主張 所以廢掉監察院本來就是一貫政策 但怎麼做就可以討論 主席我想問一下有關國會改革 因為說現在要廢除監察院 但是民進黨認為 就是要開車上路 你不吸安全帶 然後現在又要提出 廢除不吸安全帶的法庭 請民進黨 當年主張會數考監兩院出來講話 你們實在很奇怪 在野的時候一個主張 執政又是另外一個主張 人家罵你們松標黨就是這樣 廢除考監兩院是哪一個政黨 30年來的主張 我剛剛已經強調了 在立法院三讀通過的職權行使法 一直到我們送出立法院大概半個月的時間 到總統府公告還有將近一個月的時間 我想我們再一次請賴總統把握時機 把握時機 國家通過的法律我們一定照相關的這些來執行 這是非常明確的一個態度 所以我們再次的強調 總統要帶領國人推動國政 務必讓全國兩千三百萬人都知道 國家要走向哪一個方向 多溝通 多讓人民了解 而不要像蔡總統過去700多天的聲音 人民都不知道國家要走向何方 我想這個部分 各位可能有些曲解 國民黨一向是秉持寬懷大度 用最高的格局 希望能夠完成這個歷史性的 這樣的一個國情報告 我們也希望賴總統 應該持更寬廣的心情 不管你現在 能夠儘快在實施之前 儘快來立法院 我們誠摯的歡迎 那實施以後 當然要照國家的 通過的這些法典 依法來進行